解放军的G20的数量在太平洋地区超越美军 美国维持霸权越来越难 这期说是这个话题 最近国内媒体放风说 中国G20战斗机的产能正在持续的上升 2023年就增加了70多架 到2024年的5月已经装备了12个作战旅 规模空前强大 外国人用什么方法来推测G20产量的呢 他们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购买和分析成都飞机公司的卫星照片 在G20交付之前 都需要在成都飞机公司进行试飞 那一年积累下来 卫星拍摆了多少新飞机 推出厂房进行试飞 然后又离开成都飞机公司 这就可以作为量产的一个基本推散的数据了 这也是开源情报对国家安全形成的新挑战 理论上说限制G20产量 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需求 这种高端的战斗机不可能出口 在此之前呢 G20还面临着发动机卡脖子的问题 因为G20的早期型号呢 用的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发动机 R31 俄方对于发动机的供应呢 是有合同限制的 所以呢 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涡扇10 涡扇15这些发动机的研制成功 和批量化的生产 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最近几年呢 我们从珠海航展的这些渠道发现呢 这两款发动机的国产化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限制我们G20生产的瓶颈问题 彻底的打破 那解放军现在需要多少 就可以生产多少 解放军装备G20的速度和规模 给美军呢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目前G20的层量 已经超过了F22 再发展下去的话 还会在中国当面 超过美军及其阵营装备的 F35的总量 F22战斗机早已停产 因为零部件的供应商纷纷消失 能够升空飞行的F22只会越来越少 再过一段时间 无法担当与中国空军抗衡的决定性任务 美军呢 现在还面临着F35产能提升困难的问题 美国军方说 是因为软件有问题难以解决 但有人推测啊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控制西头出口之后呢 导致F35上的一些关键部件生产不出来 现在美国海军和空军 能够投入作战使用的F35 一共只有630架 还有相当一部分呢 要部署到欧洲和中东 美国本土的战备和训练呢 也要占用一部分 真正能够部署到中国当面的F35啊 可能只有11个中队 也就是大概200多架 这么一来 美国空军就只能用轻型隐身战斗机 来对付中国空军的重型隐身战斗机 毫无胜算 双发的重型战斗机和单发的轻型战斗机 在实际作战能力上有很大的区别的 单发战斗机可能仅仅在用机炮格斗的时候 有点机动上的优势 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双发战斗机 占据前面的优势 如今呢 谁还给你面对面的用机炮格斗呢 对任何一支空军来说 限制双发重型机采购数量的 只有军费上的限制 如果没有军费的限制的话 任何国家的空军都希望装备双发重型战斗机 美金之所以延债F35 主要原因呢 就是F22太贵 那九分钟空军采购的双发重型战斗机 肯定也比单发的战斗机价格要高 当我们承受得起 我们中国的大型军工企业都是国企 我们先进武器装备的定价是国家说了算 这一点和美国是完全不同 美国的大型军工企业都是私营公司 一切以赚钱为目的漫天要价是常态 歼20的价格国外推散单价是1.1亿美元 F35的美国国内采购价都已经超过8000万美元 就算歼20要多卖3000万 双方的战斗力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决定的解放军能够装备更多的歼20 能够形成对于美军的数量上的优势 美国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研制新一代的重型战斗机 形成对解放军的主战装备的代差的优势 但是这个方案刚刚被美国空军自己否定 据说是因为价格实在是太贵 超过了美国空军的承受能力 但是也有人推测 这是因为拉开代差的目标无法实现 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 美国空军陷入劣势的日子也为时不会太远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点开始 比较好 字幕志愿者 李毕与 作词 材料